當然這部分就請教彭孝大哥 就是這個習近平雖然風光的 覺得可以持續連任 哪怕是我們看到國家主席 這個大概也沒有特別的一些問題 原來是認為他可以從中塑造 是定於一尊 讓這個人民所景仰 大家就在談這一次的疫情的大爆炸 會不會就是另外一種疫情的 車諾比事件 這個未來有可能會造成 整個習近平中共政權的改變嗎 法國媒體也提到了說 這個是習近平開始這個急盛而衰 這部分就請教一下彭孝大哥 是的 很多人都在看中國的 所謂的國勢 就是國家的那種的形式 有的人說這個中國現在是 GDP是全世界第二 很多這個中國的五毛 粉紅 沾沾自喜認為自己這已經是世界第二了 但是實際上中國的國力 從2013年開始就逐步在下降 為什麼說2013年開始逐步下降呢 因為中國的經濟形勢的轉變 從2013年就開始 就習近平個人而言 2014年是他的最高峰 就是他最盛的時候 什麼叫最盛的時候 就那個時候他覺得這個心理上 很有想要有所作為 但是從2015年6月 發生了一次所謂的這個 金融革命 大陸連續幾個月的股災 從習近平生日那一天開始 連續幾個月的股災 就突顯出 習近平對於中國的金融 對於中國的所謂的富二代 全二代的掌控 是有很大的漏洞 那麼20大表面上看起來 習近平個人的權位達到一個高峰 但實際上這真的是所謂的強弩之末 因為20大以後 習近平表現的是什麼 數欲盡而封不止 20大之前 習近平做了很多動作 什麼戰狼外交啊 什麼封控清零啊 事實上都要什麼 都要營造一個這種局面 好像是非習近平不可 習近平這樣的偉大領袖 要繼續連任下去 中國人民才有希望 但是當他達到了這一關的時候 他所面臨的 卻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局面 特別是 這個 雖然他一再的 拼命的封鎖各種不利的消息 報喜不報憂 但是啊 人民身體 是最誠實的 我們怎麼看 他們的誠實呢 最近幾個月 在大陸的網路上 點閱 移民問題的 有1.16億次之多 換言之就說 因為在中國現在只有 大概13億人左右 除掉一些年紀大的 或不會上網的以外 起碼大概有六七億人 是經常在網路上活動的 六七億人裡面就有1.16億人 點閱 如何移民 這代表什麼 明星 溃散 而且 這個溃散部分 是中國最中間的 那樣的 這些的人 所以 這個才是中國最大的危機所在 其實 不是從今天才開始 很多人 所謂要論到 國外去 這麼一個偉大國家 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中國人 私下就不買帳了 一心想要離開中國 其實早在希拉蕊時代 希拉蕊就講過 中國能夠怎麼樣 沒有哪一個大國 80%的官二代 80%的高官富甲 他們的子弟 都尋求其他國家的 這種護照 居留權 把資產移到國外去 所以 那個是希拉蕊時代 那還是中國最盛的時候 現在的中國 坦白講 已經是 日薄西山的狀態 我們不要以為說 在中國這麼大 不會怎麼樣 其實 有人說 現在的習近平 叫做習始皇 我要提醒大家 秦始皇 千古一帝 是完成所謂 中國統一 第一個稱帝的 秦始皇 在他一死之後 不到幾年 大秦帝國 整個就虧散 慈禧太后 也是中國歷史上 少有的 所有權力 給予一生的 這樣一個 了不起的 一個女性的政治家 但是 由於她 權力給予一生 慈禧太后 死了以後 不到三年 大清帝國 就灰飛 湮滅 目前看起來 習近平 大權 急以一生 但是 他跟 秦始皇 一樣 中國是花了多少錢 來維穩 比國防 經費還多 他跟 秦始皇 一樣 他沒有辦法 做好 接班人的問題 他跟 秦始皇 一樣 權力 太過 集中以後 放眼 所有中共的 幹部裡面 沒有哪一個人 具備像他 這樣的條件 能夠 把他的權力 把他的職位 把他的功能 完全的接待 決定 所以說 我們從 歷史上 和 中國的 這種 每一次 领导人的 這個 傳承過程當中 都發生 宮廷政變 毛澤東 死了 沒多久 四人幫 垮台 偉大領袖的老婆 被關了起來 送上 审判台 這是什麼 宮廷政變 華國鋒 集大權 醫生 你要不要 多久 也是一樣 垮了台 也是什麼 也是宮廷政變 所以說 這種宮廷政變的 這種基因 一直留在 中國的 這個政治體制裡面 最主要就在意 他這個政治體制 是不健全的 所以 我們表面上看 好像說 哎呀 台海兵庸戰危 南海 這個 軍事衝突 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 對中國來講 他的危機 不在台海 不在南海 而在 中國的政治核心 中南海 所以我們看到 這樣子 法國媒體所說的 習近平 甚極而衰 我相信 這是一個 经了起 時間 檢驗的 這樣的一個判斷 而且我個人也認為 其實 我們 要有信心 自由民主 人性 必然戰勝 那種 與人心 人性 不相吻合的 這樣一個 專制獨裁的體制 只要我們大家 堅持 我們的理念 繼續的 來 團結 來對 中國的 這種的 這種的 專制 獨裁 體制 來進行 對抗 我相信 不久的將來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 很有可能 會發生 所謂的 變天的現象